这世上有一群人 他们有投票权 有批评政府的言论自由 能参选国会议员 没有防火墙 所有网站都能随便上 他们孩子喝的牛奶没有毒 他们做饭用的油不含煤油 他们亲人的尸体 不会被医院倒卖肢解 用于制作生物材料 他们几代人 已经在自己脚下的这块土地上 生活了超过160年 明明生活的挺好的 却成天可怜兮兮的 把自己当作二等公民 对身边不满意的事 不敢做出任何斗争 却天天在评论区里 对着几千公里外 一个跟他们毫无关系的国家高喊 祖国加油 祖席万岁 每天幻想着 有一天会有一只维尼小熊 骑着一匹战狼来打救他们 这群人是谁呢 大家好 我是老周 如果我问你 这世上最拥护中国 最义无反顾 无论无何都要坚定支持 中国共产党的一群人 在哪里 按绝对人数来算 那当然是在中国 但你要是按人群密集度来看的话 那还真不一定 我可以告诉你 东南亚的华人 尤其是马来西亚华人当中的 爱国人士比例不会比中国本土来得低 甚至是新加坡 老一辈华人当中的爱国人士也不少 当然了 我这个爱国是打了引号的 因为他们不仅仅国籍是马来西亚 他们的父亲甚至爷爷都是在马来西亚土生土长的 但他们打从心底认为自己是中国人 所以他们爱的祖国是中国 虽然马来西亚没有防火墙 但他们自愿地给自己编织了一个信息检防 所有信息都来自CCTV 新闻联播 抖音和小红书 这群人在马来西亚和新加坡被当地人称为中华娇 你可以理解为东南亚的小粉红 在维基百科里中华娇的定义如下 中华娇指自发拥护大中华主义 或中国共产党的海外华裔网民 特别在马来西亚和新加坡华人社群中被广泛使用 其中娇是指言论上违反逻辑常理 倾向强迫他人必须自认为中国人或者中华民族 具有强烈的占有欲 将不同国籍甚至民族的人含糊其词 混为一体笼统称为中华民族 代表言论有 你换哪国国籍也改变不了你身体里流着中国人的血 身为华人就一定要支持中国等等 活跃于世界各地的网络评论区 我个人觉得中华教这个名词实在是太难听了 没必要啊 我还是更愿意称他们为海外的小粉红 那天在推特上有人提出了一个问题 为什么小粉红都翻墙出来了 却宁愿天天和反贼互怼 也不愿意顺手去了解一下墙内看不到的中共历史 比如文化大革命 三年大饥荒 除四害 大跃进 八九六四 这些事 墙都翻了 查这些应该不难 当时我回复说 就别说翻墙出来的粉红了 新加坡和马来西亚华人一辈子都在墙外 没有中共给他们从小洗脑 也没有防火墙阻隔他们的信息 同样有一大堆小粉红 不知道为什么只要是华人 就逃脱不了这种极深的民族情节 什么自由 民主 是非对错 普世价值 对他们来说都不是最重要的 民族自尊就是一切 后来我又思考了很久 今天就让我试图来回答这个问题 跟大家详细剖析海外华人这种放不下的民族自尊 究竟源自何处 首先我们应该先了解 南洋的华人是什么时候从中国来到东南亚的呢 根据古书《水经著》记载 早在汉朝时期就有中国人不满县力科政逃到马来半岛 唐朝开始也有少量唐人到马来半岛经商 当然还有明朝时期著名的郑和夏西洋 部分中国人和当地土著通婚 逐渐形成了自成一格的民族 娘惹巴巴 但这些都是极少数的人群 华人开始大量移民至东南亚和马来西亚各地 是从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开始的 清朝政府战败后 英法与清廷于1860年签署了北京条约 清廷允许外国商人招聘和人出洋工作 由于当时英国殖民者需要大量的人力资源开发马来亚半岛 大量的华工开始从中国输入到马来亚半岛成为矿工 种植工人 码头工人等等 这些工人当时被称为苦力 当征忌传问世之后 华侨南来的数量更是急剧上升 到这个时候 华人移民人数已经大幅度超越了早期的娘惹巴巴 所以被早期定居的人称为新客 其实即便是在当时 经历了如此腐败清廷的华工们依然是桥乡一时浓厚 多半希望赚够钱以后就衣紧还乡 所以并没有扶老邪幼全家移民到马来半岛 导致当时马来亚华人的男女比例严重失衡 但到了1930年代初期 可能这些华人开始有了落地生根的想法 因此华侨妇女开始大量移民到马来亚 男女人口比例结构趋向平衡 随后由于世界进入冷战时代 马来亚共产党进行武装叛乱 于是英俗马来亚收紧了移民条例 中国来马的移民潮逐渐减少直至停止 此后华人积极参与了马来亚独立运动 以及马来西亚的建国运动 并在当地落地生根繁衍开来 苦力家庭出身的大马华人第二代 凭着吃苦耐劳和聪明的经商头脑 有很多白手起家 最终成为了富甲一方的企业家 其中的代表人物就是创立了 加里集团和香格里拉酒店集团的 郭赫年先生 目前马来西亚大约有670万华人 占总人口的23% 新加坡大约有300万华人 占总人口的76% 而这接近1000万华人当中的很多人 马来西亚应该支持中国 其实他自己也是当地土生土长的马来西亚人 当时连中国都没有去过一次 这放眼全球都是一种非常奇特的心态 比如美国的白人全都是欧洲移民 黑人都是非洲人的后代 但美国人当中根本没有人会认为自己的祖国是欧洲和非洲 他们保留了一些自己祖辈的文化 但从来不会认为自己不是美国人 前阵子我在一个马来西亚华人的微信群里 跟一个海外粉红对话之后 对他们的心里有了更深一层的了解 基本上他认为无论如何都必须支持中国 因为只有中国强大了海外华人的日子才能过得更好 更加不会受到歧视 最后不忘对群里的所有人补了一句 永远不要忘记自己是炎黄子孙 我当然非常理解华人希望中国好 我自己也希望 但就是因为希望中国好 才不应该支持当今皇帝 我实在是想不通 作为自我标榜爱中国的海外华人 你如何能够在过去二十多年来大战邓小平的伟大 大战改革开放 然后现在却同样崇拜习近平 并且认为过去十年来中国走的道路是正确的 这是彻头彻尾的自相矛盾 习近平走的是毛泽东路线 跟邓小平所相信的一切是背道而驰的 邓小平相信改革开放 他说所有跟美国友好的国家都富裕了 习近平相信战狼外交跟美国交捂 邓小平希望中日友谊世世代代友好 习近平鼓动民粹思想 仇日很美 邓小平承认文革是个错误 但习近平跟毛泽东一样搞个人崇拜 邓小平相信国家领导人最多只应该在位十年 江泽民和胡锦涛也到点下车 但习近平修改宪法想当皇帝 如果邓小平今天还在世 能不跟习近平斗个你死我活吗 所以这些以前崇拜邓小平 如今却可以继续崇拜习近平的海外华人 说到底就是只有立场没有是非 他们不在意中国所代表的价值观 即便今天希特勒转世成为了中国国家主席 他们也一样会拥护中国和中国共产党 他们的人生只有一个愿望 中国强大 华人在海外抬得起头 这不是爱国 这是虚荣 而这种虚荣是建立在墙内受苦人民之上的 我说了这些之后 这位大马华人说 你不懂 每个时代的人有每个时代的使命 所以文化大革命和三年大饥荒 被弄死了的那几千万中国人 也是他们的使命 能说出这种话的人 是有多么自私 多么的没有是非观 也就难怪他们会成为中华教 其实我瞧不起海外粉红的原因 是因为他们是真正虚伪的一群人 他们当中绝大部分 从来没有在中国工作生活过一天 顶多是去旅游过一两次 在去年中国和新马互相开放免签以前 他们当中绝大多数 甚至连中国都没有去过 我可以跟你们说一个我身边的案例 我有个亲戚 他是个香港人 今年七十多岁了 他在1997年香港回归之前 跟很多香港人一样选择离开 于是移民到了新加坡一直到今天 但非常有意思的是 他是一个超级大粉红 是那种在电视上听到 咒中国国歌都要起立 还叫全家一起起立的那种 他平常是一个非常nice的人 全家都是基督教徒 但只要一说到中国就完全失去理智 自己的儿女全都是美国顶尖大学毕业的 却天天骂美国 大约十年前 我还在上海的时候 有一次他来上海探望他在这里工作的孩子 见面的时候我跟他说 你在新加坡和香港都有房子 随便卖掉一套 搬来上海居住多好 更何况你孩子也在这里 但你猜他搬了吗? 没搬 到现在都依然还住在新加坡 一边拿着新加坡护照 享受着新加坡的一切 一边高喊美西方邪恶中国万岁 最可笑的是疫情期间 他一直劝我们去打疫苗 我就说中国不肯引入进口疫苗 我对国产疫苗没信心 不想打 他就说国产疫苗多好多好 然后我就问他 新加坡是可以自己选择中国疫苗或西方疫苗的 请问你选择了什么疫苗呢? 结果他不敢直升了 这些人真的是可以虚伪到这种程度 其实他并不是个例 他有七八个兄弟姐妹 几乎全部都在美国和加拿大几十年了 全都已经拿了美国护照 儿孙也全都是美国人 但他们当中很多都是粉红 在家族微信群里天天叫别人爱国 只要小辈当中有人稍微批评中国 就会被他们训斥 有一次我火了 就说你们全都是hypocrates 伪君子 我说我在上海住了十五年 当时我全部家产都在上海 我孩子从小在上海 长大在上海读书 我们的事业都在上海 可以说我们的身家性命都在中国 你们这一群一天都没在中国大陆生活过 拿着美国护照 子子孙孙 全都是美国人的伟爱国者 有什么资格来告诉我中国的好与坏 起码我敢说 我的言行是合一的 2008年我在美国刚毕业三年左右 当时我们有一个机会可以被公司外派到上海两年 当时的我从来没有去过中国 但我认为中国正在高速发展 我们又有语言上的优势 而且作为外派人员可以快速积累到第一桶金 于是就去了上海 准备过两年就回来 但就如我在我的那个 我在上海的最后一个视频里说到的 过了两年 我们逐渐爱上了这个地方 在胡温时代的中国 经济高速发展 国际关系和谐 企业家们可以自由发挥 因此私营企业欣心向荣 应用层面上的创新层出不穷 马云 马化腾 刘强东等等 都是在这一段时间内迅速崛起的 在全社会欣欣向荣 人们对未来充满希望的那个时代 我可以接受中国的一些不完美 我认可中国作为一个大国 用一个比较缓慢的速度 逐渐开放并与世界接轨 虽然那个时候的中国也有防火墙 但被封禁的外网比现在少太多了 当时所有的西方主要媒体 纽约时报 华盛顿邮报 BBC等等都是可以上的 很多人已经忘记了 江泽民时代和胡文时代的言论 比现在自由太多了 当年公共知识分子是敢说话的 当年的媒体还不是姓党的 评论区里如果有无脑小粉红的评论 必定会被群起公职 在江泽民时代网上还盛行 摩哈文化 基本就是把江泽民画成像蛤蟆一样的漫画 所谓摩哈就是膜拜蛤蟆的意思 网民会以他的照片与录来制作成各种表情包 江泽民嘲讽香港记者那段著名的 Too young too simple 至今都还是大家常用的梗 毕竟他Too young Too simple Sometimes naive 这样对国家领导人的小调侃 当时不觉得有什么 但如今看起来就犹如天方夜谭一般 其实哪怕是2012年习近平刚刚上任的时候 这张图也是在中国互联网平台上广泛流传的 但今天你再发发看 肯定会有公安上门找你 当时真的绝大部分人都被他骗了 以为他和蔼可亲 以为他反腐是真的反腐 但没过几年 习近平认为自己跟皇帝一样了 古代老百姓是不可以说皇上名字的 所以现在习近平三个字 是中国互联网最敏感的三个字 是绝对的红线 如果有不相信的 我非常欢迎你们到自己的微信朋友圈 发一则消息 我都不用你骂他 你就发习近平很伟大 看看你有什么下场 连国家领导人的名字都不能提 这不是一个现代社会里的封建王朝 是什么 有些小粉红还老是掩耳盗铃 说现在的中国是有言论自由的 当鸵鸟有意思吗 我们来看看前几天 中国全球化智库副主任 被称为战狼外交官的高志凯 在接受英国记者采访时的表现 这个访谈在外网已经有几千万次播放 已经成为了国际笑话 那是你 我的问题是 as a dissident from Hong Kong, knowing that I cannot express freely in Hong Kong or in the UK without risking other people in trouble, I also know that you just now made claims about there is free speech in China, and it's possible to criticise the Chinese government just now again. Can you please demonstrate that free speech and tell us what are Xi Jinping's two worst mistakes in the past five years? Great question. If you can demonstrate to us that it's okay to criticise Xi Jinping, the Chinese government and China, or even just say Xi Jinping kind of resembles Winnie the Pooh, will be good enough for me. Thank you. Victor, do you want to take that question? Well, thank you. I would say China need to make more prompt, take more prompt actions in dealing with the dramatic ageing population in China and the dramatic demographic decline. Do you think Xi Jinping's to blame for not being fast enough on ageing? No, I think the whole Chinese government, including the Central Committee, State Council, local government need to take actions quickly to reverse that dramatic ageing population problem and demographic decline. We're not going to get a criticism out of you. Let's go back to the audience. Let's go to the gentleman here in the... 曾经的我是非常喜欢上海的,七八年前你遇到我,搞不好还以为我是个小粉红,因为我每次回马来西亚都告诉别人上海有多好,但到了2018、2019年,一切都开始变得不对劲,对外搞战狼外交,对内引导仇视西方,民粹主义崛起,妖魔化资本,打压民营企业,搞个人崇拜等等等, 到了2022年,我终于看清楚了中国共产党是凌驾于一切法律的真相,我终于明白了什么叫做王在法上,上海封控期间,我看到了真正的无法无天,公权力丝毫不受约束。 说你摇,你就摇,不摇也摇,还有你整个嘴壁上,现在十分钟给我走,现在十分钟给我走,瞅瞅,你摇啥摇摇,你说算了,我说你摇,不摇也摇,我说了算了,不是呀,我们的复合结果还没有出来。 来来来,拍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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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看到大白随意进入别人的家里,用木棍把别人的宠物打死,乌鲁木齐一小区因为把通道封死,导致食人活活被烧死,贵州大巴二十七人丧命等等,我接受不了,于是我选择离开。 所以我问很多海外小粉红,你们那么爱中国,为什么不搬去住几年试试看呢? 他们总是找各种理由,家庭,工作,走不开,巴拉巴拉,全都是借口。 你以为我离开上海是没有代价的吗? 我大学毕业以后的几乎所有同事和好朋友都在上海,我所有的关系网都在上海, 我孩子从出生以来就在上海成长,学校也在上海,我们离开难道没有代价吗? 这是我在上海的房子、客厅、地下室、卫生间、影院。 这是我在上海的花园,我在上海的生活不要太滋润。 我住的是独栋别墅,在新天地最顶级地段有房子出租给民心, 我有司机、园顶和两个保姆。 我说这些不是为了炫富,我是为了告诉大家, 我也是中国时代红利的既得利益者之一。 我如果不离开中国,我依然还是既得利益者。 如果我是一个没有是非观的人, 那我应该比你们这些小粉红和幽形所更爱中国。 所以,我对自己价值观的坚持, 是用我的生活品质、我的关系网、我的友谊、我的财富所换来的。 我为我自己相信的东西付出了实际的行动、努力和巨大的牺牲。 所以你们这些口口声声说爱国, 却找各种理由和借口不搬去中国的人, 没有任何的资格来告诉我中国的好与坏。 我们再深入一点去思考, 从1860年中国人到南洋谋生以来, 一直到今天的这160多年间, 这些华人华侨有无数的机会可以依谨幻想。 他们为什么不这么做呢? 他们从一开始的连家眷都不带来, 确实是想着回去的。 为什么到了1930年以后开始把妇女也都接过来扎根了呢? 现代人还能找理由说什么, 啊,那么多代人都已经在这里了, 现在搬回中国太麻烦了, 还有身份问题、签证问题等等。 但一百多年前,甚至几十年前, 他们为什么不回呢? 其实我们只要看看中国的近代史就明白了。 19世纪末, 清朝人民开始大量涌入南洋的时候, 正是清朝末年, 朝廷腐败,义和团兴起。 1900年,慈禧太后向十一国宣战, 引发了八国联军之意, 签下了屈辱的辛丑条约。 1910年代, 黄花岗起义, 无昌起义, 袁世凯登基。 1930年代, 918事件, 卢沟桥事变, 40年代抗日战争, 50年代末, 60年代初, 大跃进, 然后是饿死了几千万人的三年大饥荒。 60年代到70年代, 文化大革命。 然后才有邓小平提出了改革开放, 2001年中国加入WTO之后, 经济腾飞的20年, 于是海内外的粉红崛起, 宣布中国弯道超车, 遥遥领险。 但你看看从清朝末年, 一直到改开以前的100多年间, 中国就没有太平过。 这当中除了中日战争, 是受到了外族侵略以外, 其他的苦难, 几乎都是中国人自己造成的, 不是吗? 尤其是毛泽东的共产党接管以后, 中国人几十年来就一直过着水深火热般的日子, 从大跃进, 三年大饥荒到文化大革命, 直接弄死了几千万中国人。 如果没有邓小平的改革开放和加入WTO, 今天的中国会是什么样子的呢? 但中国人才刚刚因为开放而吃饱饭没几年, 结果就开始走回毛泽东的老路, 倒行逆施, 全面倒退, 这才是最令人痛心疾首的原因。 所以说, 东南亚华人为什么这一百多年间不回去呢? 说到底, 一直到2001年中国加入WTO以前, 中国人的日子比东南亚华人难过得多。 很多人嘴上说得好听, 但真的要到行动的时候, 他们都是非常现实的。 这就跟我上面提到的那一群天天让别人爱国, 但全家几代人都在美国和加拿大的香港人一样, 他们的腿比他们的嘴要诚实得多。 最后, 我想给自己的东南亚华人同胞们说几句肺腑之言。 东南亚华人最喜欢说, 我们一定要留住自己的根, 一定不要忘本。 这就是问题之所在。 你明明已经在这片土地上扎根了160多年, 却偏偏认为自己的根, 自己的本, 还在几千公里外一片被防火墙围着的土地上。 这就是为什么你一直长得不好的原因, 因为你没有把心思放在自己的脚下, 你不给自己真正的根施肥灌溉, 却天天以为自己的根在千里之外, 一个你根本无法触及的地方。 但我实话跟你说, 共产党根本就不在意你们这些海外华人。 1998年印度尼西亚发生黑色五月暴动, 很多印尼华人遭受迫害, 但即便在多方呼吁的情况下, 中共拒绝提供援助。 中国政府当时表示, 印尼华人是印尼家庭的一份子, 中国并没有义务保护他们。 有人猜测, 五月暴动因为临近六四天安门事件周年日, 因此中共希望对这件事保持低调, 他们担心事件或许会重新唤醒 中国人民对六四天安门屠杀的回忆。 因此印尼五月暴乱期间, 中国大多数的报纸和电视台都没有进行相关报道, 只在官媒上简单提及, 不作为外交政策事务来处理。 当时任何企图为这件事发生的人都被禁言, 任何相关新闻报道也都被迅速压制。 当时的马来西亚新州日报社长张晓清 也于7月5日发表社论, 批评中国以不干涉内政为由而拒绝援助印尼华人的态度。 中共是这样, 而那些跟你们在政治观点上最接近的中国小粉红们, 其实就更加不在意你了。 中国小粉红要是在意海外华人的, 怎么会对台湾人说出, 留岛不留人这种话? 所谓的台湾同胞, 他们都愿意赶尽杀绝, 还会在意我们区区东南亚华人。 所以你们幻想中的祖国, 什么不要忘本, 但人家从来就没有认为自己是你的根, 你的本, 只是你们自己的一厢情愿罢了。 实话说, 我自己是一个把什么家国情怀看得很淡的人, 对我来说, 心安之处即为家。 我在上海, 美国, 马来西亚都有留恋的东西。 如果说要感恩, 那我感恩我父母给我机会受到良好的教育。 我庆幸有一群在困难时为我生出援手的朋友, 我感谢家人给予我的温暖和关怀。 当然我理解有些人就是需要集体主义的力量, 但如果你一定需要祖国这个概念来给你精神力量, 那就珍惜你自己踩在脚下的土地吧。 如果你对他非常不满, 就自己去争取, 去从政, 去写文章, 去发视频, 都是一种努力, 而不是把希望寄托在一个几千公里之外的一个国家, 连那个国家的国民都把自己称为他们政府的人况和韭菜, 你真的觉得人家政府会在意你吗? 你们总是认为只有中国强大了海外华人才能抬得起头, 但一个人能不能抬得起头, 靠的是自己而不是依靠别人。 全球有那么多功成名就的东南亚华人, 郭赫年、李中伟、杨子琼、黄明志等等等, 他们需要靠中国是否强大来获得别人的尊重吗? 哪怕是我这种小人物, 我也从来不需要依靠中国或马来西亚是否强大, 来定义我自己存在于这个世界的人生价值。 如果你觉得自己作为一个东南亚华人就抬不起头, 那恐怕是你自己的问题。 今天开始就放下心中的自卑, 做一个堂堂正正的东南亚华人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